主耶稣这个国度的种子 就像这个芥菜种 是最小的种子 但是呢 怎么会长出来的时候呢 会长成一棵大树呢 形态不像啊 不合适 神的生命是小小的 就像一个芥菜种一样 种到我们里面 神没有期盼 我们长成一棵大树 空中的飞鸟啊 就寄出在这个树上 这里的鸟啊 不是正面 是负面 是指那些邪灵 所以大东西啊 弟兄姊妹 不是好东西 要大的那个思想 是一种的 一个陷阱 是要来 把人陷入 也就是要走宽的 走大的 那个是引到 毁坏的 那第二呢 小路引到生命 是按着神的规律 履行 属灵的要求 以带进了神的选民 并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完成神的经纶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讲这个 我还是要回到上面一点说 这里提到啊 在启示录二章 还有十七章 那里提到呢 这个一个妇人啊 那个妇人特别是指 是预表 这个今天的那个罗马 罗马教 那个预表罗马教 那里讲到那个女人呢 要穿着是紫色的 衣袍 还有那个紫红 这个深红色的 衣服啊 这个跟今天呢 你去 樊帝刚 你去那个罗马 去今天的天主教 那个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 他们穿的那个衣服 很测滑 你进到那个 樊帝刚去啊 就是给人的印象 那里有金的 有紫的 有红的 就像那个启示录 那里所预言的 今天连宗教 也是做到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情形 那个庞大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有一个眼光 那个不是生命的道理 那个故事 我们今天主恢复 要我们走的道理 那个是组织的路 那个是会引到 毁坏灭亡的道理 所以到了 喜苏录 圣经的末了 整个罗马教 要被焚烧 要被啊 这个毁灭 在神的审判之下 所以在 喜苏录 那个罗马教 被称为是 大巴比伦 不单是巴比伦 是大巴比伦 给我们要更深的印象说 那个东西是大的 但是神要审判 那个大的 假冒的东西 外面呢 都是啊 那个装饰啊 涂上去的 不是那个真正的东西 所以第二呢 讲到这个小路呢 它是按照 神的 神的规则 还有呢 是旅行道 旅行属灵的要求 是为着 产生我们能够来做 耶稣基督的见证 历代以来 特别过去啊 两千年 召会的历史 基督啊 召会的历史 在地上 不是一个庞大的东西 反而都是啊 在各地 有少群的 少数 一群一群的 真正爱主的人 他们就是爱主 他们要追求主 他们在那里经历主 并且在各地 特别 在罗马的 罗马教的这个 逼迫底下 很多所谓的寻道 寻道者 他们为着主的名 牺牲一切 他们是寻道者 他们的见证 不是见证 他们是 这个宗教是多庞大 他们见证 他们所信的 这位耶稣基督 是活的 今天在这个世界 神所要得着的 不是一个庞大的 宗教的机构 乃是一群一群 爱清心爱他的人 来个作为他的见证